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一個面絕的危機 不用狂風暴雨 大浪一波波衝進岸邊的住家 無奈的居民眼看房子進水 只能忙著把家具往裡面搬 反觀台灣也不能幸免雲暗 在專家模擬的海平面上升前景中 2100年台北將成為台北湖 台南則完全淹沒 高雄只剩壽山島 台灣有四分之一比例的人口 將會成為環境難民 這些多出來的水從哪裡來 全球暖化讓溫度緩緩上升 極地冰山擋不住升溫的速度 逐漸消融 連位於高海拔的冰河 也化作涓涓溪流 奔入大海 海水溫度改變 也讓聲音寒反 聲音發威 該下雨的地方不下雨 不該下雨的地方 卻好有一段 科學家預言 到了2020年 英國就會變得像西伯利亞一樣冷 當時在西伯利亞的地方 這個地震 是在很多年來的科學廠的未來 但在我們的生命中 各種極端的氣候造成嚴重的天災 光是2006年 就有近兩萬人因此死亡 受災人數更達到一億三千萬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小組IPCC 2月份公布的一份報告顯示 12年來有11年溫度創下新高 造成持續升溫的原因是溫室效應 陽光照射地球的時候 有三成會反射回去 剩下的光和熱 會被大氣層中的溫室氣體吸收 讓地球維持在溫暖的15度 萬物才得以生存 原本這些長期累積下來的溫室氣體 應該要在自然循環中逐漸減少 但無奈從1950年代開始 溫室氣體快速增加 像是在地球表面覆蓋上一層塑膠布 讓地球變得窒息 這六種氣體 牽動了地球上所有生物的存亡 更糟的是 根據IPCC的報告 人類只剩下不到10年的時間 來改變全球暖化的狀況 快速成長的交通工具 是造成溫室效應的致命殺手 超過兩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是來自於汽車的被汽 以全世界8億5000萬台汽車的數量來計算 只要使用一公升的汽油 就會製造出大約57萬噸的二氧化碳